今天淡水区综合理举办共餐活动 而在地企业红树林数位有限电室 更与里长一同来举办 并且加赠加菜金三万元 就是希望能够为长者增添菜色 新北市政府推行长者共餐 从升格之后就开始鼓励六十岁以上的长者 能够多多走出户外 大家一同共用午餐 而淡水区综合理过去每个星期的星期三 都会举办共餐活动 因此在地企业红树林数位有限电室公司 今天更与里长一同举办 并且加赠加菜金三万元 就是希望可以为长者增添菜色 非常感谢我们红树林 我们这个陈经理 他每年都都来我们中央里 把这些中央时代来做家材 的地方可以说我们叫外快 资料非常劳烈 非常感谢我们红树林电室有限公司 都整年让你都在做公益 包括说我们你以来有较适的 他也说我们地企业的上网上 都会等这样来给他留意都不用钱 这可以说是很好的一个做法 现场活动一开始就有淡水卫生所 邀请到老师带着现场的长辈 一起跳健康操 而每一位长者都跳得非常卖力 红树林有限电视表示 为了要在岁末期间回馈箱里 与里长举办共餐 特别让长者吃得非常丰盛 其实我们也很感谢 因为我们很感谢我们理督 这种用心来办共餐 你看我们大家是个人 大家做好会来讲 这个Q是非常好 理Q付出很多 我说五十万 与里长与里长这种用心 如果这里付出 就帮忙一些 也让我们多岁末 我们老师来赞助一些经历 来做共餐 中和里 位置虽然比较偏远 靠近三区 但是在地企业深入地方 对于关心这边的居民 却没有因此而减少 更针对低收入户 可以免费收拾数位化的有限电视 此外今天 红树林有限电视 不只是加持共餐活动 更带来关怀长者的健康专案 运用网络科技的发达 让长者健康随时掌握 更让这一场共餐活动相当丰富 记者许多安逸 电视采访报导 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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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